华为的自动驾驶水平到底怎么样 前几天我去苏州参加了阿维塔11的一场试驾会 这也是我第二次来开到华为的自动驾驶 也就是ADS这套系统了 阿维塔这家公司有三个股东 分别是CHN 长安 华为和宁德时代 上一次试车我们试到的是长安坐车的基本功怎么样 而这一次牌就交给华为来打了 新闻找说这台车是首款全系使用华为HI 也就是华为inside 这一套的全站智能汽车解决方案的一台车子 我们说一套智能驾驶解决方案的一般是从两个角度去看的 一个是看它感知 一个是看它的运算系统 所以它分别取了两个名字 一个叫做Avertrust 这是它的一套超感系统 那另外一套就是Avertrust 就是它的超算系统 阿维塔也说它是智能驾驶的一个天花板 这里面我想说一句的是和其他的新势力有一点不一样 绝大多数的新势力在交车的时候 是会把很多高阶驾驶的功能给你留下来 等到过段时间在OTA给你的 因为这个只要打一个时间差 所谓互联网造车 就是先造一部分给你 接下来在OTA一部分给你 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是 阿维塔在交车的时候 已经把高速公路高精地图的领航能力 也就是高速NCA这个能力直接给到了大家 那至于以后呢 这套城市的NCA会不会开启 那我问了一下是会开启的 比如像深圳 广州 上海 重庆这四座城市 有可能是会在明年 作为第一批的城市NCA的开启城市 我们看一下这套Avertrust 它的一些感知系统到底是如何来做的 来我们先罗列出来它的硬件 三颗激光雷达都是用的是 华为96线中长距的激光雷达 那它的视觉角可以做到了300度 激光雷达最强项的地方在于 识别一些固定的物体 也就是我们说的死车 或者异形的物体 或者是地面上的一些小物件等等 三颗激光雷达到底有没有必要 绝大多数的车 是用一颗激光雷达 就完成了在高速公路的领航能力 而且呢 有一些车甚至不用激光雷达 也可以依靠高精地图 完成它的高速公路的变道能力 所以为什么要用三颗 那这个呢 我也问了阿维塔的总裁兼CEO 谭本宏先生 这也是我的大师兄 他告诉我 在这个时候 他是想让这台阿维塔11 去做到更多的硬件冗余的 也就是说 在未来软件升级以后 他可以去适应法规做L3甚至L4 比如他举了个例子 在城市的NCA场景里 这台车在完成一个 无保护的左转的时候 那么他就会有一个 巨大的危险面暴露给对方 过往我们是靠着一颗激光雷达 去探测前方的路况 然后通过算法来计算 在未来的两三秒的时间里 应该不会发生太大的问题 但是这一把的堵 就有一定的危险性了 可是当我有了三颗激光雷达的时候 在侧面 我的激光雷达还在随时监控着 我的盲区里会发生什么样的状况 所以他说 这个叫做标准的提供 所谓的毫米波雷达用了6颗 高清摄像头用了13颗 还有超声波雷达12颗 这些都是方方面面 去提升它的感知能力的 那接下来就第二件事情 就是说它的超算能力 叫Avetuse 400T的算力 加上了华为整套的算法 开启这台车 疗效如何 要打开它的高速NCA 其实也非常简单 它的拨感往下一拨 这个是和很多车一样 这个就算打开了 跟车以及车道的 集中保持能力 Avetuse都做得非常好 尤其是当我们在车道上 遇到一个小取力半斤的时候 这个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点 它可以做到一个相对固定的车速 而不需要大把的去降速 就可以完成 它方向盘的动作来得非常的干净 没有那种 打一点再打一点 这种试拍的动作 你可以让它是一瞬到底 当然华为工程师也说 Avetuse这台车底盘调的非常好 所以他们觉得 有了一个好底盘 匹配的时候 就会来得方便很多了 车道保持 就这样在行驶的时候 也有一些细节会做得非常不错 它遇到了一台大货车的时候 它会主动的偏开一点点的位置 这个加减速的动作 其实也是来得非常有经验的 不会像一些欧洲车那样 一把给你加速 又一把给你减速 这一点 它和特斯拉的风格是完全两样的 我们知道 特斯拉是风格很彪悍的动作 但是它是来得一个很老司机的 很细腻的动作 它的方向盘 是用的一个电容感知的一方式 你轻轻的放在上面就好了 不再像以前一样 需要力举扭动一下方向盘 比如像我们跑一个长途的时候 一条大直路 这个时候手是搭在上面的 过了一会儿 车子就要提醒我们 你需要扭动一下方向盘 证明给它看 我还是在线的 方向盘扭大一点 自动驾驶就退出了 而方向盘扭小一点 这个时候它又感知不到 其实这个时候 是在给车子一个转向的力举 而有了电容以后 你的做法非常简单 只需要用手轻轻的抚摸它 这个时候就像是抚摸女朋友一样 让她知道我在你身边就好了 当然还有一个就是 NCA里面有两个最重要的功能 高速公路上 它具备一个主动操速的能力 你可以去选择是遇到慢车 主动操速 还是说你打灯来变道 这里面我想说到的是 和我开过的其他打灯变道的车型 不一样的是 它的打灯变道能力 来得非常的仔细 它先给你甩出一个框 然后这个时候 即便后方有车过来 只要它判断不对我进行威胁的时候 它就会很果断的给你去变道过来 当然还有一点就是 我们从一条横的高速公路 去切换到了一条重的高速公路 这个时候我们是需要 在提前的就向右走出 到最慢车道 然后进入到扎道 一两个转弯之后 再运路到下一条车道 整体来看 这些动作都是做得非常老司机的 在高速公路的这一段 我是对它非常放心的 OK 好 过完这一段以后 工程师就继续把我带到了 华为内部的专门做研发的场地 在这里测试了一下ICA 其实最重要的是测试它的A1B功能 就是当你发生了一些危险的状态 这些感知这些算法 如何让这个艾维塔11给它停下来 第一个是车开着一个小朋友探头出来 也就是我们说的鬼探头 也叫A1B-P 这个是完美经过 而且车速拉得很高 第二个是我们坐到了一个 20公里时速下一个如行的前车 当我们的车子在后面 突然发现一个慢车的时候 这个时候紧急制动 这个也是很完满的就完成下来 而且动作不太吓人 那难度继续升级的时候 超越了一辆穿行的自行车 一台穿行的自行车过来的时候 其实这个时候 你非常清晰的要知道 它的运动轨迹是什么 这依靠着你的感知 也要依靠你的算法 要不然这个就玩犊子了 实际的情况是什么 A1B算好了它的一个轨迹 甚至在脱离了危险以后 还给了一脚油门 这个动作是把我看傻了的 那继续往深里做 工程师就给我们做了一个这样的实验 在道路的镜头有一台车 它就停在这里 但是后方做了一个假人 什么意思呢 就这台车发生了危险 这个人刚刚从车上下来 打开后备箱去拿三脚牌 开始准备要修车了 可是在这个动作里 它是背对着整个的公路的 如果后方来一台车 A1B一路这么冲过来的时候 它其实是会遇到很多的问题 这个时候 如果我们过度依赖于视觉的系统 那这些未经训练的场景画面 它未必能够识变出来 这是一台死车 如果这个时候交给是毫米波雷达 它对于静止的物体 其实也没有太多的概念 所以这个时候 激光雷达就发挥了它的作用了 第一是中长距就发现了目标 其次它发现这样一个静止的目标的时候 非常快的就捕捉到了 所以这台车非常紧急的刹车下来 算是救了这位大哥一命了 第五个案例 这是一个非常难的一件事情 因为我们的车在经过的时候 我们看到前方有一个物体 这个物体是什么 其实我也花眼睛仔细辨认 才发现那是一台倒地的摩托车 然后是一个外卖的小哥躺在地上 这个时候你要一台车子来识别这个物体 这是非常难的 首先它是一个静止的物体 所以毫米波雷达对它的实践能力非常有限 其次它是一个在地上 而且非常低的状态 所以车顶的摄像头 可能会把它误判成一个树荫 或者是一滩水 这个时候你就需要一个激光雷达了 尤其是多线 96线的激光雷达 它可以足层的扫描一样 然后发现在下方 这么不高的几十公分的地方 它是有一些异样存在的 所以这个艾特11在发现目标的时候 迅速的制动 就在离着这个小哥非常近的地方 把车给杀住了 应该说这一个能力 是我在很多车上都没有见过的 它居然可以识别出一台倒地的摩托车 最后还有一项实验是非常刺激的 他们设置了一个明暗交接的场地 我们跟着前车走 从明亮的地方一路行驶 然后突然之间 我们进入到了一个暗的场景 而在暗的场景里面 我们的前车突然就避险了 紧接着出现在我们前方的是一个 停止下来固定的障碍物 这个是什么 这是一台车 但这台车又不是直立的 它是一台翻覆的车子 所以这个时候非常麻烦的问题来了 毫米波雷达在这个时候 根本识别不了一个禁止的物体 而摄像头在非常短的时间里面 就捕捉到这个画面的时候 即便它是一个经过训练 它也很难去识别到 这是一个侧翻的一台汽车 而且即便它识别到侧翻 这么短的时间去获取这个信息 它也很难去完成一个运算 并且让自己的车子去开始执行动作 而这个时候又是激光雷达的好处就来了 我们的前车避嫌以后 暴露给我们的时间非常有限 而我们的这台阿维塔11 居然一脚就停下来了 同场其实也找了几台的车 都是三五十万的车子 一一败下阵来 只有另外一台车和阿维塔11 是一起通过考验的 我想留个问题给大家 你觉得定卖一台车会是哪个品牌的 整体来看 阿维塔11的智能驾驶这些环节 是我开过的这么多车里面 水平很高的一台 我甚至不想用G1了 有可能就是最高的 就很老司机的那种感觉了 甚至有些场合可能连老司机也做不到 OK 智能驾驶始终还是一个驾驶辅助 所以还是给大家最后善意的提醒一下 我们要去探索一些新知 但是也保留对自动驾驶的一丝怀疑 在日常开车的时候还是尽可能自己来握着方向盘 阿维塔11现在已经开始到店了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试一试看看我说的对不对 当然如果你有其他车型的自动驾驶的经验 过去比一比 欢迎大家再回到我们的评论区里 来一起讨论一下这台车智能驾驶做的怎么样 华为的智能驾驶它到底靠谱靠谱